加拿大的蓮花王凱琳問的 鼎禮根本傳承喪失 以家中的老病弟子 想在死前完成十萬遍的大禮拜 但筋骨體能承受不了十萬遍 全身投地的跪拜 師尊可佛教授大禮拜的簡易方便法 大禮拜即大供養 是否一定要在談成前才可以做 這是王凱琳的第一個問題 家中的老病弟子想在死前完成十萬遍的大禮拜 但筋骨體能承受不了十萬遍 全身投地的跪拜 師尊可佛教授大禮拜的簡易方便法 大禮拜即大供養是否一定要在談成前才可以做 一般來講大禮拜是在談成前比較好 大供養十萬遍也應該在談成前比較有規矩 在談成面前比較有規矩 你們這樣子應該可以了解 但是他在老病弟子想在死前完成十萬遍的大禮拜 這個值得同情 值得同情 他想要完成十萬遍 但是他已經老了 病了 有些人連跪都爬不起來 真的 年紀大的人 我知道 跪下來 頂裡要爬起來都爬不起來 我記得以前我去中國大陸 我去五台山 跟著我去的 請我去的 就是以前駐美 駐在美國 中共駐美第一任大使 財責民 財財財財財大使 中共駐美第一任大使 財財財請我去的 他那時候已經八十歲了 他那個時候已經八十歲 那我在五台山禮拜的時候 財財財是站著 我是跪下來做大禮拜 我是從菩薩頂一直拜到山項 弘寺弘廟就一直拜 沒有停 沒有停的 也就是說做大禮拜 從山頂的菩薩頂一直拜到山項 弘廟就進去拜 一直拜下來 財財財師 財財財財民只是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看 他沒有拜 八十歲了 他沒有辦法 他講他棋蓋不好 不能夠跪拜 那我是从三定一直拜到三下 在拜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比丘 五台山的一个比丘跟着我拜 然后讲了一句话 我在这里已经五百多年 我在这里五百多年 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来做礼拜 没有看过 我一听到五百多年 天哪 五百多年 那不是妖怪吗 是我听到的 他细声地讲 我听到 这个比丘在五台山已经五百多年 那一定是妖怪了 他跟着我一直拜 拜到三底下 我觉得这个比丘一直跟着我们 而且跟到要吃饭 我就拿了人民币给他 拿了一点人民币给他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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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我认定这位比丘是文殊十里菩萨的法神 我那时候可以这样子从山顶上中间的五台山的菩萨顶一直拜到三下 一直拜到三下 那种千层吸引脑上是第一名 我是没办法 那是真的是很伟大 这个老病弟子想在死前完成十万遍的大礼拜 但是你老了又病 没办法完成十万遍 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不是教你吗 教过大家 你每一次你做一个礼拜 做一次礼拜 你把自己变成一 变成十个 观想成为十个你 十个你 观想成为一百个你 一百个你 那一百个你 那一百个你观想一千个你 一千个你观想一万个你 然后一拍 那就是一万拜 那你拜十次就十万拜 这是最方便的方法 我告诉你 你先观想自己变成三个 再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变成十个 然后排成一排前进 这个十排就一百个了 观想十个再十个 就是一千个 再十个这样子就是一千个 是不是 然后再观想十个一千个 这一千个就一万个 那这是最好的方法 这一拜 这一万拜 十次就十万拜 但是大供养 大供养还是要按照这样子做 这是偷偷跟莲花王凯琳讲的 偷偷讲的 但是我告诉你 年轻健康的 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就是已经实在不行了 他膝盖已经坏了 筋骨不行了 采用这个方法